Hello everybody 今天要跟2023告別了 那在這個歲末年中呢 我想要來一點不一樣的影片 雖然我平時都帶大家去旅行跟吃吃喝喝嘛 我很少告訴大家說我在古今 平時都在幹什麼吃什麼 所以這一支影片呢 就要跟你介紹一些我喜歡的小地方 所以這算是這個頻道第一支真正的日常VLOG 現在呢要帶你去一個小餐館 就在我的住宅社區附近 然後我最近一個禮拜最多可以去到四天 哇 竟然沒開 我也太倒楣了吧 要拍片的時候沒開 但是沒關係 這一區我很熟 我想要去吃一家我很常吃的Golo Mien 這間在康亞蘭的京人咖啡呢 這一檔的Golo Mien蠻好吃的 這家咖啡店呢 他們的Golo Mien啊 懶沙都很不錯 這一碗Golo Mien呢 它的精髓真的就是那個豬油渣的部分 吃飽了 我跟你們說 開亞蘭真的是一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社區 除了我自己住在這裡以外呢 我真的覺得這裡生活基點非常方便 現在呢就要去醫院 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要去醫院 其實是因為我每年到了年終呢 都會安排自己去做一個例行的體檢 主要的原因是想要看自己身體的狀況是不是 就是一切都還OK有什麼需要注意的這樣子 其實我蠻鼓勵大家 就算你很年輕都好 尤其最近多了很多負面的新聞 You know 就是看新聞大家會有一點膽戰心驚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每年有那個體檢的習慣的話 其實你大概可以知道說 有什麼東西是你需要注意的 有什麼東西是你可以改善的 我覺得這個對每個人來說都很重要的 所以呢 今天就是體檢日 今天做體檢的地方 就是古今人都知道的BMC 最近啊醫院或者是診所真的是蠻多人的 現在說了等就只有等 哇不知不覺在醫院折騰了快三個小時 現在要回家做生意了 我們的泰式甜餅品牌呢 在冬至推出了這個四種顏色的湯圓 有沒有覺得煮好的湯圓還蠻療癒的 現在呢就是人真的在等待我娘把湯圓煮好 然後我就要負責包裝 負責運送 湯圓煮好了 現在就是我上場的時候了 加上野肉過後呢 再淋上椰漿 一片金箔 讓你明年福氣滿滿 多財多金好嗎 終於把所有的訂單包裝完了 現在要吃飯了 今天要吃的餐點非常特別 就是這個Aden & Eve的月子餐 而且他們有提供外送服務 這個包裝是不是有一點太精緻了 看看我今天吃什麼 有湯有菜有肉 有水果還有主食 這個營養也太均衡了吧 所以做月子的人都吃這麼好嗎 今天的湯是 魚票鮑魚排骨湯 我一打開 那個香味直接炸裂開來 你看看他整個排骨的肉 也切得太厚了吧 而且他們的魚票也不是那種切的薄薄的 你看這個厚的程度 肉類的部分呢 就是黑豆豬腳 哇 他們的肉是沒有客氣的在給的 蔬菜就是腸豆的部分 也太翠綠了吧 當然還有一整盤的米飯 還有撒上黑芝麻 然後還有水果竟然是奇異果 哇好瘋喔 我今天這個午餐 一定很爽 當然在你看我吃這餐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你一個大男人 你吃什麼月子餐 Excuse me 男人也需要進補的 可是啊 雖然月子餐是設計給產後的媽咪的 我自己倒是覺得 女生做月子期間呢 他主要就是進補的部分嘛 所以月子餐的菜單 如果是想要進補的話 我覺得男生女生都還蠻適合 你想吃什麼就吃 只要開心就好 像我今天又有鮑魚魚飄 又有豬腳 這樣子吃午餐不爽嗎 邊吃邊聊好了 我現在吞一口飯 哼 這白米真的煮得很好 先來一口湯 這一碗鮑魚魚飄湯的那個藥材 味也太重了吧 果然 是給坐月子的媽媽去吃的 你看看這個魚飄有多誘人 各位朋友沒有在開玩笑 它的鮑魚是一整顆的 我這樣子吃會不會太奢侈啊 突然間覺得自己好高級 肉厚到一個基點 沒有看到我完全不被吹灰之力的把他咬下來 然後月子中心呢 他其實在古靜已經有累積很多非常好的口碑 那主要是因為這一家月子中心呢 是由醫生來護理的一個月子中心 不只是給你西式的醫療 他也有提供中醫的護理的部分 他算是中西合併的一家月子中心 我自己呢 去過那家月子中心幾次 主要都是去探望朋友 我覺得那邊的設施啊 那邊提供的產後的一切的護理 都非常棒 而且重點是那邊的月子房啊 真的是設計到非常像酒店 我覺得很多媽媽住進去一定會覺得 天啊 我是不是28天的月子期間呢 都在享受酒店般的那種精緻的服務 來吃他們今天肉類的品項 黑豆豬腳 哇 你看看這個膠質 欸我真的覺得啊 產後的媽咪除了需要中藥來調理身體之外呢 你吃的任何東西都很重要 他在我嘴巴裡面彈啊彈彈啊彈的 好好吃哦 他的那個湯汁啊 是有濃濃的黑豆味的 感覺上他真的是煮了非常久欸 很入味的湯汁 糖豆 是我少數喜歡的菜之一 很脆很鮮 我這樣子三道吃下來啊 我發現到 Edwin Eve月子中心提供的這個月子餐呢 他其實沒有很重的調味 但是他食材新鮮的程度 是把所有的味道提升出來的那一種 所以你吃到的其實是 食物本身帶出來的那一種鮮味 我可以每天吃月子餐嗎 這個要求不會太過分吧 如果現在女生想要在月子中心 好好的休息的話 他們除了有很舒適的月子房以外呢 在那28天的做月子期間 你也可以 好好的享受一些工作坊啦 然後學習一些 新手媽媽該有的知識 所以我覺得28天你根本不用擔心 困在月子中心會無聊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提供的一些小工作坊 還有設施呢都可以讓你很舒服的 度過這整個月的月子的整個修復過程 我要好好吃飯了 太開心了 吃飽出來送貨最近古今下午都在下雨 其實呢一般跟我們訂開是甜品啊 如果你買超過6盒以上 我們是有包括免費運送的 但是我用的都是GRAB EXPRESS 但是今天心情好 就想說親自送給這個客戶好了 當然再加上他要送的地方也很靠近我家啦 好喜歡這個送貨地點 也太方便我了吧 而且這個聖誕樹我必須稱讚一下 今年的聖誕樹超美的 送完貨了 現在要去跟一個廠商開會了 哇我一直以為我今天會蠻閒控的 結果莫名其妙就是時間又被填滿了 吃晚餐的時間來看看我的晚餐吃什麼 一樣是Ed and Eve月子中心的月子餐 今晚的菜單好酷喔 有海苔飯 還有梅菜扣肉 哇你看看這個豬肉肥嫩的程度 哇有沒有看到這個肉真的是很誇張 蔬菜的部分呢就有草白菜 然後再加上黑木耳 今晚的月子湯吃的是藥扇番茄排骨湯 晚上還有甜品耶 超大一碗的甜湯有白木耳藝人馬蹄湯 哦 必須很誠實的說 Ed and Eve的月子餐呢 真是打破我對那種傳統月子餐的印象 他們除了有中式料理也結合了西式料理 重點是大家一直以為 做月子一定要吃大量的薑 然後一定要吃Gazamano 這個菜單變化 我只是吃了兩餐 我就覺得很驚豔了 重點是他們家有超過80道料理讓你選擇 而且為了讓新手媽咪有達到營養均衡的效果 他們除了有蛋白質有米飯有蔬菜 然後還有月子湯以外呢 午餐的話就會有水果晚餐就會有甜品 飯超香的 它不是海苔 它是梅菜飯 原來梅菜跟白飯搭在一起 吃這麼厲害的味道 梅菜扣肉 這一盤肉真的超囂張的 這個梅菜扣肉是我驚豔的 因為他們選的這個豬肉的那個皮的部分 它不是油耶 它是膠質耶 調味呢也不會到過鮮 我認真的跟Adam提議一下 你們不要專注月子餐好不好 你們就真的開一間餐廳 這個梅菜扣肉算是我在古今吃過 我覺得數一數二好吃的扣肉耶 馬上來大口吃蔬菜 這個菜給我的意外驚喜是它帶有一點點的薑汁的香味 很厲害耶 好喜歡哦 來到了今天的重點了 就是這個月子湯 在 Adam Eve 月子中心 他們有推出不同價格的月子餐配套 你可以選擇7天、14天、28天 Za、Zb、Zc 都一樣 都一定會有一個白飯、一個肉類、一個月子湯、一個蔬菜、水果或甜品 但是不同的是Zb 他們用了永生藥膳 所以如果你要吃補一點的話 你可以選擇他們叫Zb 那如果你想要吃的更高檔一點的話 他們用的也會是更高檔的中藥 它就會在Zc裡面 當然這些的價格都不一樣 我好久好久好久沒有吃到味道這麼紮實的湯了 它沒有過多的調味 它就是那種肉熬出來的香氣 還有它那個豬肉的油脂 完全你看它的湯非常的透徹 他們家真的好會煮肉哦 我一放進嘴巴 真的就化開了 跟中午的那個排骨一模一樣 剛生產完的媽媽 如果你必須要在醫院留個可能一兩天 或者多過一兩天 可是你又馬上想要生完就吃月子餐的話 你其實可以直接跟他們訂這個外送 他們也有提供送到醫院的服務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是不是一定要離開醫院才可以開始吃月子餐 沒有的 你在醫院就可以吃到囉 這一碗馬蹄木耳還有這個藝人 我完全受不了啦 這個木耳煮得好好哦 因為有一些木耳會煮得太硬 它的木耳真的是燉到很好那種 而且藝人也煮得很透徹 不會難咬 非常好入口 完全聽不下來了好誇張 雖然呢這支影片主要都在開箱 Ed and Eve的月子餐嘛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家月子中心呢 他們已經開放2024年4月5月6月的訂單 所以在待產或者是在懷孕中的媽咪 如果你還在考慮要不要租進月子中心的話 你可以聯絡Ed and Eve月子中心 去了解一下他們家有的配套 然後還有他們的飲食的部分 我覺得無論你是要在月子中心 在一個安靜又舒服的環境下做月子 或者是你想要在家裡跟可能跟你的媽媽 或者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老公小孩 在居家環境住在一起做月子的話也可以 但是你就可以考慮訂他們家的這個月子餐的外送 因為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畢竟你做月子的時候你主要就想要休息 你也不想要麻煩別人的話 你就讓專業的廚師幫你打造營養均衡的餐飲 讓你28天都不用愁 就算在家 在你熟悉的環境你也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這對媽媽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趕快聯繫Ed and Eve月子中心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Bye